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不只是教你數學,還陪你教數學 帶大家認識怎麼樣去教小朋友國中數學的知識 那我們這一張開始介紹國三下的二次函數圖形 那在開始畫這個二次函數圖形之前 其實我個人在上到這張的時候,都會先從這個圖形的平移開始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如果今天我有一條直線,y等於f是2x加6 這條直線是y等於2x加6 那這一條直線它同時通過了這個-3006和20 那因為我這條直線給你了嘛 所以說這三點其實都是裡面帶進去會成立的點 你自己帶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就是,有時候學生不見得掌握到老師在講這句話的意義 我說,就是當老師說這條線通過這三點的時候 學生可能會以為說,這是一條通過這三點的線 那我怎麼知道這條線通過這三點的線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這條線有沒有通過這三點,之類的 那其實呢,我這句話的意思是指說 這一條,這個方程式我們已經知道了嘛 所以我可以讓你,就是我給你一個x,你就可以找一個y嘛 這樣子可以找出無線多個 其中有三個啦 如果x是-3,y是0 x是0,y是6 x是2,y是10 這樣子 那當我把這條線向右平移7單位 如果我把這條線向右平移7單位的話呢 那會怎麼樣呢 既然是向右平移7單位,很簡單嘛 你原本過-30,你現在就改過 加7嘛,40 對不對 你原本過的是06,現在就過76 你原本過的是20,現在就過90 你原本是過 欸,好沒有 你原本方程式是y等於f of x 然後是2x加6 那我們現在就是好奇這條方程式會變什麼 他當然不是原本這一條嘛 所以我們取一個新代號叫做g 這一條方程式跟原本這條方程式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如果只是問你說他變成什麼 那你就想說我就知道兩點啊 我去解連例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不是要這樣子去算出他 這條方程式是什麼 我想要知道他跟原本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 為了什麼呢 就是說我以後只要跟你說 我有一條方程式 y等於2x加6 向左移動兩單位會是什麼 欸,你能不能夠光這樣子就說出來呢 如果不去找點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這條直線y等於2x加6 他會通過我們剛剛講-30,06和20嘛 也就是說他會通過的點 我假如稱為x0y0 那這是可能是某一些數字 那如果他會通過x0也會通過y0這一點 那我們就會知道啊 只要我把x0y0都帶進他的方程式 就是等號會成立嘛 就好像如果我把-3跟0帶進去 等號會成立嘛 我把06帶進去等號會成立嘛 所以我把x0跟y0帶進去 y0會等於2x0加6 那y0會等於2x0加6的話呢 我們今天把他向右移動的旗欄位啊 也就是說 原本如果過的是x0y0 原本過的是x0y0 現在不過x0y0的 現在改過的是x0怎麼樣 加7嘛 y0 對不對 原本過x0y0 但是現在過的不是x0y0的 現在過的是x0加7 然後y0 那也就是說新方程式 新的方程式帶這個兩個點會進去 那我們先回來看 舊的這個方程式 因為他過的是x0y0啊 所以如果我改過 改用x0加7 和y0帶進去 那理論上他不會成立嘛 除非你的x係數是0 否則你的這個 這樣算起來我就多14嘛 這條式就比上面多14啊 那你怎麼可能2x加6是y0 2x加6多了14也是y0 這不合理 對不對 所以說 那這樣子的話 原本這條式子他就不會過x0加7y0 那新的這條式子會過x0加7y0 那我就在想 新的這條式子 他可以視為是 我把舊的這條式子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的這個x0y0 並沒有限定是什麼數字 換句話說他可以是-3 0 也可以是0 6也可以是20 對不對 那麼所以說 新的這條式子呢 他就是把原本的x加4之後 結果y還是一樣喔 結果帶進去等號要成立 x明明被我加7 x明明被我加7之後 y一樣喔 結果帶進去等號還是成立 x明明被我加9之後 y一樣喔 結果帶進去等號要成立喔 那我就這麼想 就是說原本呢 這個 在學校不遠處有一家7 在學校不遠處有一家7 裡面有賣我喜歡喝的飲料 一瓶25塊好了 假如說是這樣子 那可是我要 那個小 同學們要上課 同學們要上課 所以沒有辦法離開學校去買 假如說你要買可樂好了 那個學校福利社沒有賣可樂 可是你想要買可樂 那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托老師買 那老師幫你買 老師幫你買的話呢 那你就說老師 可以幫我買可樂嗎 可以啊我記得可樂好像一瓶30塊 那那個老師跟你拿30塊 然後 你每次都花30塊跟老師買可樂 有一天你去7買可樂說你發現 什麼 只要25 為什麼 對不對 我每次買 我發現30塊 我發現我曾經用30塊的可樂 跟老師 30塊錢跟老師買可樂 我曾經用20塊錢跟老師買麵包 我曾經用15塊錢跟老師買關東煮 後來我發現怎麼樣 其實可樂是25塊 然後這個 那個 20塊錢買麵包 麵包只有15塊而已 我花15塊錢買關東煮 其實關東煮在7只有10塊錢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代表說 其實老師 你要老師幫你買每樣東西 老師都收5塊錢 對不對 5塊錢跑路費也是很合理的啊 對不對 辛苦啊 離開學校欸 對不對 那 所以說啊 我們原本 我們原本過的點是 -30 原本X-3Y就會有0 原本X0Y就會有6 原本X2Y就會有10 現在不是 現在X要 4 Y才會有0 也就是說X要多7 一樣要4 Y是0 X要多7 一樣Y要6 X也要多7 一樣Y是10 X要多7 也就是你發現你新的函數 舊函數是去7買的價格 新函數是跟老師買的價格 你發現你的新函數每次都比舊函數X要多7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新函數它相當於就是舊函數把那個7塊吃掉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我Y0依然要讓等號成立 而我左邊帶的東西卻是X加7的話 那麼你這個運算規則 就是說不管你原本會成立的XY0是哪一點都要成立的話 那麼你的這個運算規則就相當於是 我帶一個數字進去 你總是會先-7 再拿去乘2加6 對不對 4-7 乘2加6 4-7就-3 乘2加6 0 7-7 就0 乘2加6 6 9-7 就2 乘2加6 10 對不對 也就是說當你圖形向右平移7單位的時候 所以說這個東西國中不見得會教 但是高中就一定會用 那所以至少高中一定會教 那很多時候參考書上就把它列成一個表 他就跟你說向右平移A單位 那X的地方就寫成掛號X-A 那很多同學就會覺得說哇又一個公式 這不是什麼公式嗎 對不對 要有要有一樣的Y 你的X卻每次都要多7 為什麼 因為新的函數 在進行計算的時候呢 他就相當於是把你的X先-7 再用舊的函數算嘛 對不對 你的所有的 所有你要買的東西我都先收5塊錢的跑路費嘛 那收完了5塊錢的跑路費之後 我才去買你要買的東西吧 所以說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新函數他是相當於怎麼樣呢 要注意喔 這個-7不是減在最後面喔 這個-7是你的X總是會先被-7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 新函數舊函數是這樣子 新函數為了要讓X用X加7帶進去也會成立 也就是他最後這個地方還是要是X0 所以他是把你的X0加7 先減7 這樣這裡這個地方算完就還是X0 比如說4減完7之後就還是3 3乘2加6 6這樣子 4 減完7之後是-3 -3乘2加60 那所以說 這就是我們要在X的地方 他乘2之前就要先減7喔 所以說新的函數是 把你給我的X1 就是那個X1是X0加7 把你給我的X值 我先減完7之後 再按照原本的方式就是乘2再加6 所以我就可以把新函數寫成這樣子 這個箭頭往這邊指 我可以把新函數寫成這樣 你會發現他其實就是舊函數怎麼樣呢 舊函數是2X加6 對不對 y等於 舊函數是2X加6 新函數是2X-7加6 所以新函數就是舊函數用X-7取代X 舊函數 於是我們就有下面這個 通則 又移N單位 一樣我們不要只是計 來說明一下用文字去想像 又移N單位 我如果要得到同樣的N 我現在原本需要的是X0 我現在需要的是X0加N 比如說又移3單位 原本要的是 比如說1好了 我現在需要1加3 我現在要4 原本所有的X0 我現在都需要先加3 又移3單位 原本所有的X0 我要得到同樣的Y 現在都需要先加3的話 代表我的方程式 會把 會等於是 你原本這個方程式的X 用X-3來取代 所以說 也就是說 也就是以X1-N代進去原式會成立 所以F of X G of X是F of X-N 那這個寫法比較特殊 就是學生可能會比較不習慣 就是 怎麼又有X又有X-N 但是用說明的其實就容易理解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把X的位置用X-N取代 比如說這裡又移7單位 就是把X的位置用X-7取代 那麼新的函數就會是這個 當然你可以展開啦 對不對 這樣Y就等於2X-14加6 所以是Y等於2X-8 可以嗎 那 等於說 G of X呢 他就是F of X的 X用X-7取代 可以嗎 這就是這裡要講的 這是我們這一集最重要的知識 那你知道又移的話呢 你當然就可以想像 那如果是主移呢 對不對 那如果是左移的話 如果我左移 我 有時候我從這條移回來這條 我的 原本會過40 76和90 我現在只過-30 06和20 我要得到相同的Y 我現在需要的X比原本還要 少7喔 對不對 就好像這個 欸糟糕 舉什麼例子 就好像 如果 如果你家附近沒有7 所以你會去找 這個你同學 他們家附近有7的人 幫他幫你買飲料 每天幫你買飲料帶來學校給你喝 那你給他錢 你發現 你給他錢的時候 你買可樂都只要20塊 他跟你說20塊 然後你買麵包只要這個10塊錢 你買關東煮一條只要一根一隻只要5塊錢而已 便宜 有一天你自己去7買 你發現這個 原來可樂不是20塊 是25 原來麵包不是10塊錢 是15塊 原來關東煮不是5塊錢 是10塊錢 也就是說 你不管買什麼 你這位同學總是 幫你少算5塊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就是 你不管跟他買什麼 他每樣東西 他都先幫你貼5塊 對不對 那至於為什麼 這個我們不了解 也許他要念你吧 那 這個 如果今天我往左移動7單位 我要讓他等號成立 我原本帶X144 Y40進去等號成立 我現在一樣Y要帶0 但是X只需要4-7 我一樣Y要帶6的話 X只需要原本的少7 7-7 我需要XY是10的話 X只要原本的-7 9-7是2 的話 那麼 這個函數呢 這個方程式呢 它相當於是這一條的 怎麼樣 X用X加7嘛 就是你的數字帶進去 他都會先幫你補7嘛 所以你可以帶的比原本少7嘛 懂嗎 也就是說 這個點 左邊是比右邊 右邊是比左邊多 右邊比左邊多 可是圖形平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X是用-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因為明明原本 用06代進去就可以了 可是你要多7代表 被人家扣7了 同樣道理 如果你往左移動 那 以點的坐標來說 往左移動 X只是減少 但是如果你是說 他這條函數會怎麼樣的話 這條方程式會怎麼樣的話 他會用X加7來取代原本的X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你要有相同的Y 你的X只需要比原本少7 這是因為 四子裡面已經都幫你加7了 從這樣去想像 好 那我們剛才說的是左移右移 那如果是上移下移呢 如果我是往上移往下移呢 那如果眼睛的同學也許馬上就發現 上移的時候 以這個直線方程式來說才有 上移跟下移 它其實有的時候 意義等同於是左右移 那可是 數字上不一樣 就是說上移一單位跟 比如說左移一單位 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還是 文字上還是會寫上移跟下移 所以我們來討論一下 如果今天我文字上跟你說 這條線 上移 六單位 那我剛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看他說明明是左移 為什麼要講上移不講左移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也可以說左移 可是他這樣子是左移幾單位 我不跟你講 自己算 那我就是跟你講 他將是上移六單位 他將是上移六單位的話 那麼請問 新的這一條方程式 和下面這條舊的方程式 相對照 新的這條方程式 可以視為下面這條舊的方程式 怎麼樣 那麼一樣 那麼一樣 我們來看 舊方程式裡面呢 你會通過的點是 0036和50 上移六單位之後 你會通過的是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上面這條跟下面這條 到底有什麼關係 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可以這麼想 下面這條 我們已經知道 他叫做 y等於2x 對不對 y等於2x 那上面這條呢 當然你可以去算出來 但是我們等一下再來算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本的方程式裡面 如果通過某一點 x0 y0 那麼也就是說 用x0跟y0 帶進去方程式 等他會成立 所以y0就是2x0 新方程式 不是用x0跟y0帶了 新方程式 如果x0不變的話 y會用y0加6 對不對 就新方程式的y都比原本的y多6單位 如果同樣x的話 那你可以想像 就是2x0是y0的話 那麼2x0不會也是y0加6 那到底y0加6應該怎麼樣呢 為什麼我每次都會多6呢 對不對 我的這個方程式 你一樣的x算出來 我的y總是會多6 對不對 那 我的意思就是跟剛才講的一樣 要讓等號成立 原本是 比如說x3y帶6 現在x3y帶6等號不成立了 因為你的方程式不是同一條 現在這條方程式裡面 x3y要帶12才可以呢 行情漲價了 對不對 所有的東西都漲價了 所有的點都漲價了 也就是說你現在如果拿12來 只能夠得到像當初拿到6一樣的x 就是對應過來的話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說怎麼樣 他在算的 他在開始進行算之前 都先幫你的y-6 原本的x 原本的y都會剛好是x乘以2 乘以2 也就是說x會剛好是y的一半 對不對 現在不是啦 現在的話呢 x跟y的關係呢 y總是會比x的兩倍多6 換句話說 y會減完6之後才是x的兩倍 也就是說原本你的式子是y等於2x 看這裡 原本你的式子是y等於2x 現在你的式子是y減完6才有等於2x 對不對 也就是y用y-n 當你上移的時候 跟剛才講x的時候一樣 x的時候呢 就是你往點 點的話 往右是變多 沒錯 可是如果你一條直線往右移 也就是說你要同樣的y 你都需要比原本多n單位的x 換句話說 你的x被用x-n取代了 在算之前都先-n 所以才會需要多n的x 那麼如果你是往上移 你要讓等號成立 原本y跟x配好了 但是現在y需要多6 每次y都需要多6 代表你的y一樣 在開始算之前都先被-6了 才進行計算 才讓等號成立 對不對 所以y用往上移 y座標是增加沒有錯 但是我們是說 y用y-6去取代 可以嗎 那當然你移過來 你會發現 y是2x加6 所以說你左邊-6 好像右邊也可以 就是移到右邊 就會寫成加6 那我的建議 就是說這個部分呢 不要只是從結果看 因為你從結果看 老師就是學生會習慣想 有的教材也會這樣寫 就是說 如果往左移的話 x變成x-n 然後比如說y等於2x好了 如果往左移變成y等於2 這樣子 那往上移那個講義就會告訴你它是 x-n 加在這邊 往上移的單位 那學生就會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 這個 為什麼 減x 右移的話 要放括號 裡 為什麼往上移不用 為什麼 x的話 右邊是減 左邊才是加 y的話 上面就是加 下面才是減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寫反而困擾大家 事實上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每次x都要更多 代表已經先被減了 所以x 右移的話 就是 x-n 你如果往上移 每次x一樣的時候 y都要更多 代表y先被減了 所以它實際上的意義是減在這邊 那只是說我們寫函數都習慣把數字移過來 所以才會看起來像是加在這邊 那實際上是減在這邊 可以嗎 所以沒有那麼複雜啦 沒有那麼莫名其妙 那就是要講清楚啦 有時候老師沒有講那麼清楚的時候 或者是教材沒有寫那麼清楚 他是怕學生學太多 會覺得很難很複雜 但是殊不知他不講清楚 學生反而覺得數學好莫名其妙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就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所以說 上移N單位的話 我要同樣的x 我會得到的是 y0加N 換句話說 我的y每次都先扣了N 才放進去的話 原本的式子裡等號就會成立 我如果用 x1和y1-N 代入原式就會成立 所以說 新的式子 就是y-N 等於f 換句話說 新的式子就是f 加N 這樣子啦 好 我們剛才所介紹的 都是一次函數 都是斜直線的 好 那其實我們所討論的 圖形平移的道理呢 對所有的函數都適用 只要他是函數 就可以適用我們剛剛討論的結果 你看 我這裡呢 把上面這一條 向下平移三單位 變成下面這一條 那這樣子一來呢 這樣子一來呢 這個 原本會成立的 比如說 假如原本有成立一個點 是這個 好 我們想像一下這個點 如果是-17好了 被我向下平移之後呢 他就不是-17了 他是-14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要一樣要讓等號成立 x一樣帶-1 但是現在我y只要帶4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幫你加3嘛 每個點帶進去 有一樣的x 等他要成立 但是我的y都只要 原本少3嘛 那就是因為 式子已經幫我把它加3了嘛 所以說如果原本的式子 叫做y等於f of x 那麼新的式子呢 其實應該是y加了3之後 會等於f of x 對不對 那如果說 如果說我把新式子叫做 y等於g of x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呢 其實g of x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 y加了3 會是f of x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 g of x 是f of x-3 對不對 把移過去嘛 那透過這樣 我們就可以取得 這個新的函數 對所有 原本這個圖形的縮點適用 平移之後 就會對這個圖形的縮點適用 即便他不是直線 可以嗎 向上移的話 y就以y-n取代 向下移y就以y-n取代 如果向右移就是x x要帶的比原本更多 所以他其實是先被減了 x以x-n取代 那如果向左移的話 就y以x以x-n取代 那這是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好 那我們這兩顆就上到這裡 嗯 嗯